跟任何人相处 记住六个没必要 可以让你只是故而不是故 拥有好的人生 一、讨厌一个人 没必要翻脸 讨厌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 尽量减少接触 而不是在继续的相处中翻脸 圣而为人 一生注定要遇见各种各样的人 经历的事情多了 再也不会用争吵去结束一段关系 而是悄无声息的疏远 一辈子太短 没必要和不值得的人叫真 讨厌一个人 真的不必翻脸 不管是生活 还是工作中 遇到厌恶的人 首先要学会回避和忍让 你的宽容至少能维持表面的和平 但是你的愤怒翻脸 却会轻易地毁掉你的很多人际关系 现实中搞砸一段关系 会给你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力 你和讨厌的人翻脸的时候 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宁静 也激化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聪明的人 在生活中不会把太多人放进自己的生命里 不会和让自己讨厌的人有过多的接触 因为和讨厌的人接触就是给自己找气受 找不痛快 不计较 不接触就是对付讨厌的人最好的办法 一个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不值得你看重 生命中碰见的那些纠缠不休的烂人 遇到口名附件的小人 遇到过背叛和辜负你的人 与其和他们争执 翻脸 受伤害 让别人觉得你小度鸡肠 不可理喻 还不如努力 让自己足够强大 足够优秀 远离那些你不喜欢的人 跳出那些让你讨厌的圈子 经历的事情越多 越来越能理解那句话 讨厌一个人 真的不必翻脸 正如鬼谷子所说 绝人之味 不省之余色 吃人之亏 不动之余口 讨厌别人虚伪的一面 不要明显地表现在脸上 知道自己吃了别人的亏 长经验了就好 不要去争锋相对 非要理论清楚 讨厌一个人 真的用不着翻脸 只需要修炼提升自己 及时之色 进而远之那些琐碎 二 喜欢一个人 没必要归舔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总想和他尽快拉近关系 去讨好 归舔是最容易的方式 因为人性的弱点在于 喜欢受人尊重 而且拿人手段 吃人嘴段 一来二去就会越加熟悉 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爱的开始 其实如果对方不爱你 你们的关系也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原地 付出越多 反而越不被珍视 归舔越多 越让人看不起 更让你得不偿失 更加地不在意你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断归舔自己的人 他会觉得这样的爱太廉价 太容易轻易到手 反而不会去珍惜 不会在意 越是放低身价地去跪舔一个人 哪个人越会轻视你 他认为这不是爱 而是一种打脚和纠缠 只会让人感到厌烦 付出没有价值 你越是想给他不需要的感情和东西 他会认为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付出并不会有多少意义 你认为给予了很多 就代表感情有多深 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对于别人而言 这些没有价值的付出 很快就会淡忘 哪里记得你的那些好 所以跪舔的人注定付出不会有价值 容易迷失自己 看不到希望却还在无谓坚持 得不到回报却还要付出到底 这会让自己彻底迷失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让自己越来越不自信 没有勇气走出一段错误感情 也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这样的付出方式 最后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三 错过一个人 没必要怀念 当你错过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偶尔想下 但是没有必要一直想 错过的人就是错过了 是昨天的事情 你要记住你还有美好的明天 还有人在等你 即使是曾经再怎么喜欢的人 也没有必要放弃当下的幸福和快乐 毕竟已经错过 那些已经离开你的人 已经不可能再回来 你也没必要掉死在一棵树上 还有更好的在等着你 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 你万简穿心 你痛不遇伤 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 别人也许会同情 也许会接叹 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溃烂的何种境地 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悔 你错过的人何事 别人才有机会遇见 别人错过了 你才有机会拥有 人人都会错过 人人都曾经错过 真正属于你的 永远不会错过 因此 错一个人 没有必要怀念 在人生的前方 有一个更优秀 更适合的人在等你 四 看穿一个人 没必要揭穿 正所谓人无完人 与任何人打交道 都不会有让你感到完美的人 对方可能会有缺点 可能会有你不认同的方式方法 甚至还有一些小心思和自己的小算盘 虽然你都看了出来 但却没必要全都说出来 当一个人被揭穿以后 往往颜面无存 一定恨透了那个说破的人 其实 你看穿了一些人一些事 就可以默默地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不一定非得揭穿说破 学会装糊涂也是种人生之会 五 敬畏一个人 没必要唯唯诺诺 孔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为也 下大人 五圣人之言 君子与小人的分也在于 君子心存成敬 有敬畏之心 小人心中只有傲慢自大之心 对于大人的威严 圣人的教会不屑一顾 心存敬畏 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修养 也是真正的修行 越是修养高 到行身的人 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平凡 越有敬畏之心 怀有一颗敬畏的心 形式有约束 心中有信仰 养出心中的浩然之气 守在规矩之中 居在方圆之内 一切安宁都会不期而至 一切美好都会如约绽放 在敬畏人面前做事 不要总为为诺诺 瞻前顾后的 你总这样你能做成什么事啊 而且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我告诉你 现实生活中迷眼皮包 你的机会就是别人的 你低调不敢去争取 生意就是别人的 你默默鸡鸡胆小怕事 你的一切最后都是别人的 我告诉你 面对利益不是拱手相让 而是誓死捍卫 努力地去争取 不要用老好人的标准 去要求自己 我告诉你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需要让所有的人满意 你只需要让自己的家人 和爱你的人满意就可以了 你没必要让所有的人爱你 你只需要让爱你的人更爱你 这就可以了 你要有君子的风度 也要有对付小人的招数 你既应该懂低调 也要学会嚣张跋扈 让你的爹妈出去 因为你的强大而能炫耀 而骄傲 让你的爱人不为生活所发愁 让孩子以你为榜样 一个男人你就应该活出这个样 这才是一个男人拥有的品德 6. 感恩一个人 没必要卑躬屈膝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彼得沙洛维在一次 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心怀感恩的人很少会度其他人 充满感恩的人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压力 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懂得感恩的人 即使在困境中 他们也能发现美好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 时时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 同时对别人为你所做的一切怀有敬意和感恩之情 所以说 表达感恩的能力不仅是社交礼貌 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你要相信 感恩将为你开启一扇神奇的力量之门 发掘出你无穷的潜力 迎接你的也将是更多 更好的成功机会 感恩一个人 一味地卑躬屈膝是不可取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每个人都要坚持做自己 拗持自己的原则 这是很难做到的 和别人相处时 难免要和一些人打交道 有些高人一等的商人 知道如何随机应变 总能使许多人愉快 有些人可以坚持自己的个性 不会讨好别人 也不会为谁而歌唱 其实 这一生 如果过得不如意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而是你从未对自己满意 时有所短 寸有所长 没有任何人完美无缺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合适 如果你觉得别人完美 是因为你离得太远 看自己不满 是离得太近 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 别人也没你想象的完美 掌握一些好的为人处事的方法 既让别人自在 也让自己舒服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